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法国负责两性平权的国务秘书西亚帕,Marlinskopa,昨12日在电视节目上透露,当局正在着手定立同意性行为的最低年龄可能会弱在13岁至15岁之间。 据巴黎人报报道,最近法国法院出现争议判决,一名男子涉嫌近71岁的女孩,但他变成少女说自己的年龄是15岁到16岁左右,而且两人是同意性交,最后该名男子被误罪释放。 习亚帕说,作为政府官员,他不能对这种判决没有反应。 习亚帕指出,当局将势力无可辩驳的同意性交年龄门槛,不过政府内部开始争论年龄应该定为多少,性别平等高等委员会支持13岁,国会议员和专家则坚持15岁。 习亚帕表示,就欧洲人情感成熟的年龄来看,最后可能会落在13岁至15岁左右,一旦最低同意性交年龄被定立,那么在这个年龄之下的儿童对性行为的同意就不会被法院采用,加害者会被直接视为性侵犯。